北京时间7月16日下午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抵达北京 开启为期四天的访华之旅 这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后 近期第三位访华的美国高官 对此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美国高级官员近期相继访华 表明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客观现实 那就是在经济气候等诸多方面 美国离不开与中方的合作 另一方面 高官来访能够促进交流 为中美元首未来的会晤做铺垫 很明显 美国现在的几位访华的官员 基本上都是中美关系中 能够在合作方面 发挥推动作用的领域 而克里在对华的日志中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 较为务实较为理性 气候特使来华访问 有助于保持中美在彼此 多通交流中前一段时间形成的 为接下来双方在一些叫棘手的领域的 相关部门的高官会 也做好一定的铺垫 同时也为 接下来今年下半年 中美两国元首可能的 面对面的交流 打好基础 自2021年被美国总统拜登 任命为气候特使以来 此次已经是约翰·克里第三次访华 此次访华前 他曾表示 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 对此 列海东认为 美方若想与中国在气候议题上合作 需要展现出足够的诚意和担当 克里的访华行程 毫无疑问谈气候议题 在气候这个议题上 中美确实需要紧密的协调与合作 但是由于美方在气候问题处理中 深入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尤其是国会的钳制 而国会在全球气候应对的问题上 始终持一种相对而言保守的立场 对在国际层面承担气候减排 等一系列的国际责任方面 不是那么的有诚意 而克里要在气候问题上 与中方达成明确的合作的协议的话 那么首先就必须要摒弃 美国国内对它的不良的影响 气候这个议题 的确是双方能够合作的 起来而且应该合作的议题 交流要取得成效的话 美方必须展现出诚意和对交流议题 有足够的责任和担当 随着近期中美双方加强沟通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美国高官访华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将如何发展 对此 利海东认为 下半年中美关系应处于高度可控的状态 美方高官访华 这的确表明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客观现实 那也就是谁都离不开谁 双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近期的几位高官来华访问 毫无疑问 有使得中方和美方在一些可能合作领域中 达成一些合作下去的一些共识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年下半年 中美关系中双方对管控彼此关系的 这样的一种意愿和意志 实际上比较清晰也比较坚定 所以今年下半年 中美关系应该是处在一个高度可控状态下 往前发展的一个态势